近日,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,广州市公园条例草案修改建议稿,接受第二次审议。新规规定,每天下午的1点到3点,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,禁止在公园跳广场舞。此前的一审稿中,曾规定公园噪声限制为80分贝。 有市民认为,80分贝的限制过于宽松。网上立法听证五成人认为,应当根据各公园具体情况,因地质疑设定噪声限制,不宜一刀切。 此条例二审稿中规定,各公园划分声环境功能区,执行国家明文规定的环境噪声限制,也就是白天公园,环境噪声限制60分贝。 此外,公园噪声限制时段也有调整。此前一审稿,为每日12时至14时,和22时至4日7时。 条例二审稿,改为每日13时至15时,和22时至4日8时。允许活动的时间早上延长了一小时,中午也往后延迟一小时。 新华市记者吴鲁通联报道。